我們今次繼續追溯阿巴拉罕的故事 上兩次我們提到阿巴拉罕離開吾爾哈蘭 米索不達米亞來到加蘭地 然後這裡有饑荒 他們暫時落了埃及去避難 在那裡發生了第一次 太太當為妹妹這個失敗的故事 在危機裡面上帝用恩典來保守 然後他們一家又回到加蘭地 阿巴拉罕的故事 可能我們現代人看下去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很鬆散 有些東西說了,然後又暫時不說 然後之後再看 看了這麼多集,你應該明白了 聖經的編排 很多時候不一定按照我們現代人 直線、按時序、硬性地編排 有很多時候整個故事的情節會不斷向前 但是故事的中心 很多時候不一定在尾段,而是在中間 特別是在創世紀 特別很多時候,作者會取材一些故事 是一對一對地記載的 構成一種三文字或是靠叉 Kaiastic Structure 阿巴拉罕的故事主要的內容 可以在創世紀12至22章運到 如果這樣去列出來的話 大家可能會清楚很多 一直按著ABCDE去進發 然後在下面的一本 又是映照上面ABCDE 不過是調轉次序 例如你看A 就是他拉的後代 有一個的家譜 然後最後講到阿巴拉罕的兄弟 拿鶴的後代 然後第二段 就講到白蘭的信心的旅程 他的啟齒12章開始 這裡就映照他最後一次信心的旅程 就是獻以撒的旅程 就是他信心的告奉 22章1至19節 第三段 就講到薩來或者薩拉 阿巴拉罕的太太 在外邦的宮廷 然後危機得到化解 然後這一個 就相對於下面的 另外一個又是薩拉的故事 在外邦的宮廷裡 以此在基拉爾 危機也得到化解 所以你這樣一段一段看的時候 你就發現原來在邁向一個 最重要的中間位 中心 就是神和阿巴拉罕來立約 講完12-22章 主要的內容交代了 然後到23章 就講到阿巴拉罕買個墳地 來去撞他太太薩拉 然後到24章 就是為以撒來取妻 因為要找一個繼承人 然後第三段 最後一段 就交代阿巴拉罕的世世 你可以看到阿巴拉罕的事跡裡面 一段一段一對一對的記載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阿巴拉罕和羅德的故事都是一樣 我們看13章開始 然後看到14章 映照到下面就是18-19章 所以歡迎大家來到舊約網上行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阿巴拉罕和羅德的故事 我們先看創世紀第13章 中文字幕提供 阿巴拉罕和所有的一切以及羅德 一同從埃及到南地 阿巴拉罕有許多生畜和金銀 他從南地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到伯特里 去到伯特里和艾成中間 就是他先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亦都是他足頭一座祭壇的地方 阿巴拉罕就在那裡扣告耶華的名 和阿巴拉同行的是羅德 亦都有羊群、牛群和章牌 因為上帝的恩典 他們一家有很多的財物 很多的牛群、羊群、兩宿侄 有很大的上帝恩典的祝福 來到伯特里的地方 出現了另一個危機 那危機是什麽呢? 十三章第六節 他说 那地容不下他們 因爲他們的財物很多 所以他們再也不能住在一起 牧羊阿巴蘭的生畜 和牧羊羅德生畜的兩班牧羊人 就起了紛爭 當時加南人和比利沙人都在那地 這裏說到兩方面的牧羊人有爭執 因爲資源可能不夠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到以色列的時候 我一個人跟一個阿拉伯人去游了一天 他帶我去到伯特里南邊 西伯倫附近的山地 去探訪他一個牧羊場 到了之後他就在牧羊場跟我說 近日他的兄弟去到荒木的時候 就和另一個家族的牧羊人爭執了 爲什麽呢? 因爲不夠草食 大家去同一個地方 所以這種情況 其實在以色列巴斯坦地是非常寫實的 在這裏說到阿巴蘭和侄兒羅德之間 他們的牧羊人又起了紛爭 阿巴蘭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十三章第八節 阿巴蘭對羅德說 你我之間不可以有紛爭 你的牧羊和我的牧羊都不可以有紛爭 因為我們是至親 全地不都市在你面前 請你離開我吧 你若向左我就向右 你若向右我就向左 這一個解決方案 我們一定要在聖經的地理了解 現代人看地圖 以北面為我們定方向的方位 但是在近東 在聖經的地理裡面 定方向不是北面 原來是在東面 即是日出的地方 在他們的前面 所以將地圖扭過來 我們面向前面 在東面的時候 你就明白阿巴蘭提出的方案 有什麼意思 他說前面是東面 如果你向左的話 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他的左面 自然是我們今天想的北面 右面自然是南面 所以大家看前往東的時候 阿巴蘭提議 就想告訴羅德 我們仍然留在神的應許之地 加吾地裡面 我們一齊來分享 你往北的話 我就向南 你去向南 我就是向北 所以阿巴蘭是一種慷慨的 來解決這件事情 任由他的質疑 比他小 比他的地位低一點 先去選擇他認為 北面是最好的 他就去那邊 然後阿巴蘭就會去另一邊 但是羅德見到的是什麼呢? 創世紀第13章第10節 羅德舉目 看見約旦河 整個平原直到所以 有水灌溉 在耶和華毀滅 所多馬和摩摩拉之前 這地很像耶和華的原子 也像埃及地一樣 在耶和華毀滅 他看到的是什麼? 他就是看到前面 他不是望左也不是向右 不是向北也不是向南 他是向東邊繼續看 羅德見到的就是 約旦河整個平原 好像埃及一樣 剛剛他們從埃及上來 埃及有什麼特別呢? 埃及的農田 收成是靠尼羅河的 尼羅河每年 安時安後就會泛濫 於是土地就會有水灌溉 收入是可以預測的 所以相比之下 在加南地就不同了 在加南地 Cainan 就要靠天雨 是很難預測的 所以一定要去到靠 賜雨水的神 之前 巴拉罕和羅德 來到加南地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就是旱災有饑荒 就是五溝雨水 如果你看這個地圖的時候 從伯特這個方位 一路向東 約旦河的平原死海附近一帶 就是羅德所看到的 雖然我們不太能夠確定 索多瑪、俄摩拉 所以真實的地點在哪裡 但其實地理的資料已經足夠了 索多瑪、俄摩拉 兩個Twin City 放在死海的東邊一帶 現在是一片的狂野 大概在亞伯蘭的時代 公元前大概2000年左右 水源是充足的 並且這個地方是富庶的 羅德看到的 想要的是什麼? 就是剛剛從埃及回來的 那種安定 那種能夠預測的經濟 約旦河整個平原 也像埃及一樣 聖經這樣說 13章第11節 羅德選擇了約旦河整個平原 他就向東移動 他們就彼此分開 再看這個地圖 在伯特里 你看到這個平原 直到遠遠的所移 羅德就說他要往東來走 所以他就一直靠近對面的索多瑪 經文絕對表示羅德的選擇 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13章12節 阿伯拉人住在加蘭地 羅德就在平原的城市中間 漸漸的羅兒帳篷直到索多瑪 第13節特別看到 在野華看來 索多瑪的人是最大惡極 參考一下這句話 後面出現過的 之後第15章 神對阿伯拉罕說 何時他的後裔可以得到加蘭地 入主加蘭地 15章16節 神對阿伯拉罕給了一個應許 之後到第四代的時候 你的後裔必定會回到加蘭地 因為阿摩利人 加蘭人的罪孽還未滿形 所以說到羅德的選擇的時候 聖經在13章13節 提到在野華的眼中看來 索多瑪的人是最大惡的 即是說索多瑪的人 這個城市已經是最惡滿形 上帝的審判很快就會到 比審判加蘭地 索多瑪平原的城市是在步向滅亡 羅德有甚麼心態呢? 他就說不想錯過這個良機 這是一個發達、致富、賺快錢的 window 上帝的應許暫時放下 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的抉擇 最大的問題在羅德的眼中 就是上帝的應許 屬靈的事物是似等 相對眼前的富貴、財富、能夠發達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就是羅德的心境 於是乎兩宿侄就分家了 但是阿伯蘭又如何? 阿伯蘭就留在加蘭地 這是信心的舉動 十三章十四節 羅德離開阿伯蘭之後 耶穫華對阿伯蘭說 你要舉目 又是同一個動詞 之前說到羅德舉目 他看到的是約旦河平原、鎖多馬 那種封城、那種智庫 但是阿伯蘭舉目做什麼? 神說 你所在的地方往東南西北觀看 你所看見的 我都要必定會賜給你和你的侯蕊 直到永遠 我要使你的侯蕊 多如地上面的塵土 地上面的塵土能夠數算的話 才能夠數算你的侯蕊 所以你起來,中環走遍者地就是加蘭地 因為我必把者地刺給你 於是阿伯蘭就漸漸的羅伊章鵬 他從巴特里的地方搬到南邊 去到希伯蘭、希伯倫的萬利像樹附近 在那裡居住 又在那樹建一座的祭頭 創世紀很多時候用兩個角色來互相對比 互相比較 這裏我們看到阿伯蘭、阿伯拉罕和羅德的比較 我們再問一條問題 就是為何要提到羅德的事跡 我們看阿伯拉罕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羅德已經出現了 十一章最尾的時候 就說到他拉的後代 我們記不記得曾經提過羅德 就是他拉生阿伯蘭、拿鶴和哈蘭 哈蘭就生羅德 所以阿伯蘭和羅德是兩宿宅 當然羅德的爸爸哈蘭一早已經死了 然後十一章三十一節 就說到他們起行離開吾爾 然後帶著的就是哈蘭的兒子羅德 十二章四節五節就是阿伯拉罕蒙夫趙 他就離開哈蘭來到加蘭地 十二章第四節說什麼呢 阿伯蘭就按照耶穷華的吩咐就去了 羅德也跟他一起去 然後他帶著妻兒等等財物 就來到加蘭地 兩宿嫉我們可以假設 那宿父是要在照顧嫉兒 所以羅德就跟著 十三章第一節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經文 阿伯蘭和妻子所有的一切 以及羅德就從埃及上來 南地加蘭地 一直提著羅德為什麼呢 因為在阿伯拉罕的故事裡 由頭到尾有一個很重要的中心 那是神與阿伯蘭立約的繼承人 那個heir of inheritance 因為阿伯拉罕撒拉他太太是沒有兒子 我們就自然會問 那個繼承人相信應該第一個是羅德 這個也是當時古近東的文化習俗 之後你記得一路的故事 阿伯蘭就不斷去問到底哪一個是他的繼承人 有說到是否我的族人以利以借 然後是否下甲所生的以實馬里 然後到以撒才知道那個才是真正的繼承人 然後那個故事一路繼續下去續長的故事 說到雅各有十二種子到底哪一個真正的繼承人 是否約失還是長子 原來是第四個就是幼大 每一個故事在交代屬靈的祝福 屬靈的約 神的約的繼承者 不單止那個繼承者是上帝親自用恩典簡選 也有很多次說到那個子孫的繼承者有什麼特質 以至他能夠繼承那個成約 羅德是第一個最有potential 最有潛質成為神簡選神恩典的繼承者 他是the best candidate 但是他有沒有活出阿巴拉罕後代 阿巴拉罕繼承者的生命 有沒有那種眼光 在不斷看羅德的故事記載的時候 你發現聖經花了不少筆密 來形容羅德的眼光 他所見到的東西或者他的動作 我們看少許的經文 十三章第十一節 羅德選擇了約旦河整個平原 往東遷移 你記得從藏世紀由開始到現在 往東遷移都不是好東西 但原文特別說到什麼呢 他選擇了約旦河整個平原 其實是choose for himself 為自己來選擇這個平原 然後下一節 尖尖內爾張鵬直到索多馬 越來越近罪惡之城索多馬 十四章十二節 羅德就住在索多馬 所以他不是單單近索多馬 他住在裡面 索多馬我們說過 就是一個富庶的地方 在當時是一個很有收入 田產很豐盛的地方 自然就惹起很多競爭 於是乎第十四章就有打仗發生 我們暫時不講很多的詳情 十四章講到 在米索不達米雅 有四個王來入侵 攻打索多馬平原附近的五個王 四個王打五個王 他們應該是按照當時的王道 那裡叫Kings Highway 聖經經常看到的 就是一個國際南北的 在約旦河東平原的商貿路線 在那裡一直下來的時候 就發生了打仗 然後十四章這樣交代 那是四王與五王交戰的時候 四王就將索多馬 俄摩拉所有的財物和一切糧食都掠走 連侄兒、羅德和羅德的財物也都拿走 當時他是住在索多馬 住在索多馬 沒錯,可能發財 但損失也很多 差點連命都沒有 誰知有人來報信 就告訴阿伯蘭人 你的侄兒有難了 於是十四章這樣交代 有一個人逃跑 來告訴希伯羅人阿伯蘭聽 阿伯蘭一聽見侄兒 被人擄去的時候 他就調動他精年的藏丁三百十八個人 一直往北地追 追到他彈 趁夜的時候就攻擊那四王 然後將他們潰敗 追趕到甚至大馬士革北邊的河靶 將一切的財物都奪回來 然後再帶回 最重要的就是質疑羅德和他的財物 和他的家人 阿伯蘭又從希伯蘭出兵來拯救羅德 羅德才能收拾一條命 然後講到另外一節的故事 十九章 這裏又是關於羅德的故事 這次上帝的審判 真是臨到索多馬阿伯拉 派了兩個天使去滅這個城市 十九章第一節 開始的時候 就是講到夜晚黃昏 那兩位審判的天使到了索多馬 當時羅德在哪裡? 羅德正坐在索多馬的城門口 坐在城門口是當時的長老動作 即是說不單止羅德住在索多馬 成為他們一份子 甚至成為他們的長老子 中間一些緊張的情節我們不說 總之就是神的審判要臨到 這兩個天使就去吹羅德 告訴他你快點走 如果你不走你就會沒命 誰知道在十六節 羅德就猶疑不決 於是乎兩個天使 因為要寬容羅德 就拉住他的手和他的家人 然後帶他們出城外面 然後到十八節 有一段對話 很有趣 但是說到羅德自己的心裡 在想什麼 羅德對兩個天使說 他說我主你不要這樣 你看見我在你眼前是蒙恩的 我又讓你去到大師辭愛 你救活我的聖命 可時我還逃不到山上 恐怕這個災禍會追趕到我 我就會死 看這座城很近 他就看著另一座城 一座很小的城 他就問天使可不可以逃到那個城 以至他的聖命能夠得到存活 那座城就是所以 二十二節 之旅行間 你看到他的看法 他的生命 在想什麼 又始至終 羅德從來沒有意識過 他能夠生還 是因為其他人去恩待他 第一次生還 羅德是在所多玛被四王努力的時候 死不去是因為他縮負 阿伯蘭黑夜來搶救他 第二次今次 上帝真的要滅絕 所多玛俄摩拉的時候 要傾福這個城市 是因為什麼緣故羅德能夠得救 十九章二十九節 神毋滅那平原上的眾城 傾福羅德所住過的眾城的時候 什麼原因 神紀念阿伯拉罕 把羅德從傾福中救出 是因為阿伯拉罕的原因 羅德才可以在那種傾福里 是在那種傾福裡面 是撿回一條命 這裡告訴我們這個角色 他像不像是一個立約群體 神的子民的一部分 這裡告訴我們羅德完全沒有熟靈的眼光 阿伯拉罕跟他相比 是對立的 我們是不是這樣 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沒有發現我們自己像哪一個 我們是不是好像羅德一樣 不如我們看看羅德的結局 這個結局在《創世記》十九章最後 羅德因為怕住在所以 他就與兩個女兒一同離開所以 上了山住在那裡 就在洞裡面住 這裡本身是想走爛去到所以的一個小城 於是他又怕上帝的審判會臨到 連那個城都滅了 所以就躲在一個洞裡面 在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兩個女兒有一個方案 他們以為整個世界的男人都死了 於是按照當時近東的文化 女子在想的是傳宗接培 他們就想起沒有男人了 於是只剩下一個是父親 於是他就灌他喝酒 在他喝醉了之後 就與他同睡 以至他說什麼 我們可以藉著父親保存後代 所以兩晚都令父親喝醉了 然後兩個女兒就和父親發生亂論 三六節 這樣羅德有兩個女兒都從他們的父親懷了人 大的女兒就生了摩牙 成為摩牙人的始祖 小女兒就生了另一個兒子 便那米 就是阿門人的始祖 怎樣也好 這是最後講到羅德的結局 是一個近東男性最大的羞辱 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記得有一些 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的情節 如果熟悉 索多馬俄摩拉 《被滅亡》的故事 第十九章 你記得有一個情節 就是那些狂徒去圍困羅德一家的時候 在《荒亂》裡 羅德出了一個什麼方案 他說 《漢》 我有兩個女兒 都是處女 我將她帶出來 你們高興怎樣待她 就怎樣行白 指示兩個天使 他做一個所謂的家主 想保護著他所接待的兩個黑人 他說 你不可以在他身上做什麼 這些是否一個很Well thought out 想清想楚的方案 可能不是 但在《荒亂》裡 他就推他兩個女兒出來 任人主治 當然 故事情節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但是到了山洞裡 就要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就是反轉過來羅德的結局 就是被兩個女兒任意的對待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另外 羅德想套到一個小誠 叫做鎖伊蘇 希伯來原文的意思 其實是鎖碎的意思 小誠 就是小誠 很小的一個他 所以中文翻譯得很貼切 鎖 就是鎖碎 怎樣說到很聖經的經文 用一種諷刺 或者一種笑柄 說羅德本身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聖約 上帝祝福 一個屬靈的繼承者 到最後 居然變成所疑 是微不足道 無關同樣 在拉比文學裡 曾經這樣說過 說羅德和阿巴拉罕相貌是相似 因為兩宿侄 但不過是表面上相似 內心完全是判若兩人 羅德以為把握著機會 做一個機會主義者 就出賣了自己的靈性 出賣了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良心 最後得到的結局 就是羞恥 你看看羅德 絕對不是大奸大惡的人 但這可能就是一個最大的提醒 我們很多時候 只不過好像是羅德一樣 我們不做一些大奸大惡的事 那就算了 但deep down 在我們的骨子裡 很多時候 我們被我們的慾望 被我們眼前所見到的利益 捍衛優先 被那些利益牽制 阿巴拉罕就完全判若兩人 起碼在這些情節裡 阿巴拉罕首先想做的 就是他願意慷慨地放棄 家吾地裡最好的土地 任由他的質疑羅德來選擇 一種好像放棄 不去爭 但最終他有沒有失去 反而他是得罪 十三章十四節 羅德離開了阿巴拉罕之後 耶穆說對阿巴拉罕說 你要舉目 從你所看見的地方 東南西北來到觀寒 你看見的地方 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直到永遠 我要使你的後裔 多餘地上的灰塵 若能數算地上的灰塵 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你起來中環走遍這地 就是我賜給你這個地 不是現在能夠兌現到 但是阿巴拉罕以信心去等候 阿巴拉罕就是代表著真正神的子物 代表著我們 如果要成為祝福 成為萬國的祝福 就要先學懂什麼 就放下那種短視 不要只是想著 我很怕會得不償實 我想把握這個機會 眼前的利益很重要 這就是羅德 阿巴拉罕就是 跟隨耶穆說的方式不是這樣 其實你想想 聖經的故事裡 這一次是第一次 亦都繼續記了下去 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 就是上帝的子民 神的子民 基督的門徒 應該有些什麼呢? 举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旧約 大衛放棄能夠立市奪取皇位的機會 吾殺掃勞 最後得到什麼? 不是失去皇位 反而神去到賜給他皇位 神去到應許他 他得到那個榮約 到新約了 主耶穌自己 輕看十字架的羞辱 最後得到什麼? 不是羞辱 反而得到上帝給他的榮約 其實耶穌對門徒這樣說 也是一樣 我們結束的時候看 馬大福音第十六章 馬大福音第十六章 這裡說到耶穌對門徒的挑戰 如果有人願意跟隨我 就當捨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隨我 犯要救自己生命的 就必喪掉生命 但為我捨棄生命的 犧牲的就必會得著生命 人若賺得全世界 卻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好處? 人魂能拿什麼 換取自己的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成為一個真正的神的子物 有上帝屬靈的眼光 有信心的眼光 讓我們所換取回來的 是永恆的生命 是一些永恆價值的東西 我們同心低頭基督 主我們求你來去恩待我們 因為我們的眼光很多時候都是短時 我們所見到的很多時候都是前面 試探給我們的 或者機會給我們的 一些短暫的利益 主幫助我們 我們的眼睛 是望見你的應許 望見你所賜的祝福 求主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作為真正的門徒 去到捨棄 去到見到你自己的眼光 見到你的事物 見到你所珍貴 有價值 有永恆價值的事物 主讓我們繼續去追求 在我們信心的旅程上 我們不斷地去更新我們的心意 更新我們的眼光 以致我們追索的是你自己的祝福 追求的是你天國的一切 祈祷奉著耶穌的名字 阿們